好各位同学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介绍我们投资顾问的冲刺班第七章的内容 我们再把投资组合这一章的内容给大家串讲一下 那么第一个是股票投资组合 前面我们说在产品选择的是现金类 证券类股票类和衍生类 那么最重要的还是股票投资的组合 那么它的目的是分散风险提高效率 主要任务是在承担一定风险的条件下 使投资回报率实现最大化 首先来说它的管理步骤 第一个确定投资政策 投资政策首先考虑风险和收益 第二个进行分析 那么它是要明确价格形成机制和影响价格的因素作用 发现偏离价值的证券 发现低估的股去找 第三个就是构建组合 构建组合 那么它特别注意的事项是个别证券选择的时候 主要是预测个别证券的价格走势及波动情况 时机选择的时候呢 主要是比较各种不同类型证券价格走势及波动情况 好还有一个多元化 在多元化的呢 是指在一定现实条件下组建一个 在一定收益情况下风险最小的投资组合 这三个注意事项 请大家注意一下 特别是在个别选择的时候 它有可能考一个单选题 在比如说它的那个组合构建的时候 主要是个别选择 个别选择主要是干啥 主要是预测个别的证券的走势 那么修正 第四步是修正 第三步是修正 那么其实是重复前三步 第四步修正 重复前三步就是什么呢 再定政策 再分析 再做构建 不停的这个修正这个组合 最后一步是业绩评估 业绩评估呢 主要是要比较获得的收益 因综合衡量投资收益和所承担的风险情况 风险情况 那么投资主股票投资的风格分类呢 主要是它的作用是可以 分为不同的集合 那么主要是可以对基金经理的 对不同的股票啊 进行一个模式化的规划和策略投资 那么也是可以使投资者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也是对股票进行放 风格划分的过程 是对基金管理人投资策略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分类的标准是有这几个 有小型资本股 大型资本股和混合型资本股 这是按公司规模分的 那么它的结论是 从长期来看 小型资本股票的回报率 要比大型资本股票要高 请大家记住这个结论 从风格来说 小大混合 那么小的比大的收益率高 第二个呢 它是按价格行为来分类的 有增长类 周期类 稳定类和能源类 能源类 那么是指各个股票之间的相关系数 那时内部相关系数均为正且大 那么这样的话 不同股票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小 比如说周期类和稳定类之间的相关系数就很小 周期都是周期类的 它的相关系数就很大 那么它的分类作用是确定 股票的行为价格是否和增长类股票 与非增长类股票的分类一致 按成长性就分为增长类和非增长类了 也叫收益类 那么分类指标主要是持续增长率和红利收益率 那么分类逻辑 大家有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好 那么投资绩效的风格的评价主要是说对股票投资风格进行评价的一个指数 可以使基金经理更清楚的了解某一类股票在一定时期内的走向 比如说小盘股大盘股 我说我为了小型资本股票大型资本股票 还包括成长类能源类周期类的这样一个股票 那么精确的评估 对精确的评估投资经理的业绩提供了标准 比如说能源类股票它涨了3% 这个基金经理它今年的平均收益率才2% 它的这个就没跑赢这一类的大盘 那么消极的股票投资风格管理应用的主要是说 不论市场发生什么变化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消极资本配置一样 消极配置一样它就放那就不动了 那么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成本低 它也不去研究 它也不去交易 它也不去管它 就扔在那就可以了 适用于投资于某一种风格股票的基金经理 比如说我就是买能源类的 比如我就是买增长类的 那就是搁那就行了 不用来回来去调 那么积极的呢 就是要通过不同类型的收益状况做出判断 主动改变当中的增长类 周期类 稳定类 能源类的权重 来切换投资风格 那么保证什么呢 跑赢大盘 积极的投资策略有哪些呢 有包括了道士理论 移动平均法 价格降价关系理论的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分析是否定弱势有效的 对不对 因为弱势有效就说技术分析没用 如果说你说技术分析有用 那就是否定弱势有效 那么基本面分析是否定半强势有效的 包括什么适应律法 鼓励贴线模型 是吧 一个绝对估值法 一个相对估值法 对吧 那么结合对弱势有效 和半强势有效的挑战呢 提出的异常策略 包括小公司效应呢 日历效应呢 这一些 那么道士的主要观点 比如说他的就是 分什么三个趋势 是吧 对吧 长期趋势 短期趋势 这样的 小趋势这样的 这是道士的主要观点 三种趋势 主要次要短暂 对吧 三种趋势 主要次要短暂 那么 交易量 有重要的作用 收盘价是重要的价格 收盘价是重要的价格 而超买超卖指标呢 就是说 他有简单过滤器 移动平均法等原则 指数通过什么 包括简单过滤 移动平均上涨和下跌线 相对强弱理论 来支撑他的这些指标 这也是他的一个策略的方法 好 那么这里介绍一下 简单过滤器的规则 那么他的 简单的就是说 以一个 以一个实践的股价 作为参考基准 设定一个涨跌幅度 为买卖标准 该涨跌百分比 就成为过滤器 那么参考基准上升幅度 达到百分比买入 反之就卖出 就这么简单 那么他的劣势 是不利于稳定 与止损定律相比 差不多 与止损定律相比 差不多 移动平均法 这也是一个积极型的 投资股票 有道士的 有简单过滤器原则 有移动平均法 那么他主要参考指标 是乖利率 这些都很少考到 这些不用 不用计算 当日收盘价 减N日移动平均价 除于N日移动平均价 就是N日的乖利率 那么他的主要的应用 是什么 超过某数值 为买入时机 就是偏离的太大了 低的太多了 低于某数值 为卖出时期 量价关系指标 是又一类的 积极的投资策略 那么他主要是说 量价指标 反映市场行为 可以通过技术来 技术预测来 分析未来的走势 来预测未来的走势 那么 逆时针曲线理论的 八大循环 请大家记住 请大家记住 这一个股票的走势 价稳量增 量增的 他就要涨了 量价齐升 然后价涨量稳的时候 价涨量缩 价涨量缩 价稳量缩 就要价跌了 价稳 价跌量缩 然后价格快速下降 而量小 价稳量增 又有一个 他的一个循环 是怎么来的 那么基本分析法呢 是否定半强势的 还有低适应率 有适应率法 有什么绝对估值法 基本面状况 分析这些 那么 采用适应率法的时候 他就会去找双低 会去找低适应率的股票来买 双低策略 双低策略选择 选择低适应率 低适净率的一个 来看 第二个股票贴线模型 他就选一个 尽限值大于零的 对不对 前面我们讲到了 尽限值大于零的说明什么 说明他现在是股价被低估的 那么 内含报酬率 也是 如果说内含报酬率 是高于必要收益率的买入 内含报酬率就是使 那个 内部 净 净资产 就是使这个什么呢 使尽限值等于零的 那个贴线率 就是内部报酬率 内含报酬率 内含报酬率大于必要收益率 就买内含收益率小于 必要收益率就买 好 异常策略呢 也是一种积极性的 有小公司策略 他主要 总是去朝小盘股 他觉得小盘股 大于这个回报 大于大盘股 第二个低适应率策略 是指 低适应率 组成的投资组合 优于高适应率的组合 第三个 被忽略的小公司效应 就是找那种 被市场忽视的小公司 第四个 日历效应 他是根据长期时间总结 是怎么回事 每年固定某个时候会涨 还是会跌 还是有点 感觉就有点迷信的那种 总结出来的走势 遵循内部人的交易活动 就内幕消息了 就有点跟着内幕消息走了 那么 各投资策略的比较及变化呢 就是大家 记住一下这个 技术派和基本派的主要区别 市场有效性的判定不同 分析基础不同 分析工具不同 为什么对市场有效性的 分析判断不同呢 技术派否定的是弱势有效 而基本面派否定的是 半强势有效 大家记住这个 那么分析基础 技术派以量价 历史的量价数据 基本面呢 这是有宏观的这些 行业公司基本数据 为基础的 分析工具呢 一般来说 技术派以统计 划曲线呢 这些来弄的 而基本面派主要是说 这些数据来进行 比率的分析 投资策略的演变 这个不用考 不会考 那么第六个 简单 消极的投资策略呢 我们介绍一下 它的特点就是 不关注进场时间 买那儿 就放那儿三五年不动 它的优势与劣势呢 优势就是成本低嘛 它不用去劳换 交易成本也低 但劣势呢 就是它在有一些市场小机会的时候 它把握不住 那么就适用于那些 适用于资本市场环境和投资偏好变化不大 并且改变组合的成本很高的一些情况 指数型消极策略的市值法 要介绍一下 它的投资组合的构建方法 它是一个消极的 它就按照一个指数 什么叫指数 就是市场平均数 因为指数就是选择市场比较代表性的这些股票 那么它其实是代表了一个市场的平均走势 我们所谓的大盘数 跑赢大盘 跑输大盘 那么它就跟着大盘走 那么它的主要投资方法 请大家记住 有完全复制法 市值加权法 分层市值加权法 和最优化法 这四种 那么完全复制法 就是把指数中所有包含的股票 就是按那个指数的比例买一遍 加权法呢 是根据指数的成分股的市值权重 从大到小选 选前几位 那么构建 就是选指数当中成分高的那些高成分股 分层市值加权法呢 就是按某种进行分类 那么在分类中 再选取其中的几个权重股 就先分层 先分层 再选每一个类别的前几位的权重股来投 最优化法呢 就是说用运筹学的方法 满足指数模拟化的构架下 其中某个目标实现最优化 好 那么加强指数法实际上是一个 因为指数化法本来就是一个消极的投资策略 而加强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消极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积极的一个方法 啊 与积极投资策略相结合的方法 成为加强指数法 好 那么它的区别 是大家要有一个了解 目的 目的不在于积极寻求收益的最大化 不在于积极寻求最大化 因此不会有实质性的背离 积极的策略会对这个基准指数拟合要求不高 因此会出现跟指数这个产生实质偏离的方 这个这个情况 啊 那么它的意义呢 其实也是积极和消极没有那么绝对了 开始相对的融合 好 从这个股票的组合来看呢 我们来再来看债券的投资组合 债券的投资组合呢 首先来说 它要做一个积极型的债券组合管理策略 它要先做水平分析啊 那么它的参数主要是97 啊 如果说是预期利率上升 则缩短97 大家记住这个要考 啊 预期利率上升要缩短97 因为什么预期利率上升 债券价格会下降 对不对 好 那么如果说预期利率下降呢 它就加长97 加长97 好 债券互换呢 也是一种积极的债券组合类型 啊 债券组合管理策略 那么同时买入和卖出具有相近特性的两个以上债券品种 从而获取收益的极差的行为 那么主要是不同的债券在品种利息啊 这些方面都有啊 不同的条件 因此可以得到获利空间 那那么它是提高组合的收益率的 啊 它的前提是存在极差和较短的过渡期啊 如果过渡期比较长的话 你换不过来的啊 估价的方法 估价方法 那么投资期分析法是 呃 这个拆解为四个部分 这个要记住 呃 把债券互换的各个方面的回报率 拆解为四个部分 其中前两个部分是确定部分 后两个部分是不确定部分 啊 后两个部分是不确定部分 那么分类 它的互换有三类 替代互换 市场间立差互换和税收 税差激发互换 那么替代互换是什么意思 啊 那么发生在同一类债券之间 叫替代互换啊 那么市场间互换呢 它涉及的就是不同种类啊 种类不同 国债换企业债 这叫市场间互换 那么 税收激发互换呢 它是要减少年度的应付税款 提高债券投资收益的税后收益的 那么他的他们的风险主要都是在哪呢 主要都是在于过渡期延长啊 和走势的预期不一样 走势和你的预期走势是相背离的 这种就会啊 就会有出现问题 风险啊 第三个积极的是 其成线收益 其成线收益呢 又称为收益率曲线追踪 那么它主要 呃 是通过水平分析的一种特殊形式 投资者以收益率曲线变 形状的变动为预期 建立的整个组合的头寸 好 那么这些呢 其实考的会不会很多啊 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它的分类有两种 平行移动非平行移动 好 那么较平缓的收益率曲线 说明长期长短收益率 在差额递解 陡峭的收益率曲线 表示长短期收益额差额递增 好 常用的策略 常用的策略是子弹 两极 T式策略 这是积极的 其成线收益策略 那么策略选择呢 是要根据自身的 这么一个风险承受能力 来看 那么这里 请大家有时间阅读一下 如果说收益率曲线很陡峭 子弹组合的业绩 经常优于两极策略 子弹式是什么样的 两极是什么样的 我不一一介绍了 好 前面介绍完积极型的呢 我们介绍消极型的 积极型有哪几个 大家想一想 我们来回顾一下 积极型的有 其成收益 债券互换 还有一个呢 是水平分析 水平分析 其实理论上说 他讲的水平分析 是一个前提 主要是 债券互换 债券互换有哪几个 有替代互换 市场间互换 和税差激发互换 那么还有 骑乘线的什么 子弹式策略 两极策略 T式策略 这些都是积极的策略 消极的策略 主要是指数策略和免疫策略 指数策略和免疫策略 那么指数策略和我们的股票的指数策略一样 你就按照指数去构建一个组合就可以了 构建一个组合就可以了 好 那么免疫策略 试图构建一个几乎零风险的债券资产组合 大家记住这个就行了 那么指数化的策略呢 就是与某个指数相同就可以了 那么优势与劣势 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简单的了解 那么指数的选择 指数化的方法 分成抽样法 这个要记住 有分成抽样法 有优化法 有方差最小化法 这三个大概是什么意思 要做一个了解 记住它的定义就可以了 就是不用你会 那么它的适用 分成抽样适用于数目较小的 如果说基准债券较多 适用于优化法和最小 方差最小化法 而且方差最小化法 要求有大量的历史数据 它的适用条件 那这里是一个多选题 好 那么指数化法的衡量标准 就是跟踪误差 跟踪误差 怎么来 怎么会产生跟踪误差呢 这个是一个多选题 这个是个多选题 我也讲过 不同组合构造方法 对跟踪误差的影响的规律 那么包含的债券越多 交易费用越高 那么误差就越大 那么组合不匹配造成的误差越小 交易费产生的误差就越大 好 构造组合越少呢 交易费产生的跟踪误差就小 但是和指数不匹配的误差就会增大了 好 指数化的局限性 这个做一个了解吧 不一定会靠 加强的指数法 实际上我们一说加强的指数化法 在前面的股票投资策略也有加强的指数化法 实际上就是一个消极和积极的一个结合 指数化法本来就是一个消极的策略 那么既然一加强呢 就是说他做一些积极的 但是低风险的投资策略 那么就是一个以消极为基础 增加一些积极的方法 好 免疫策略呢 主要有两种 一个是满足单一负债要求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多重负债下的组合免疫 一般是分这两种 我们来看一下 单一负债要求的组合策略呢 他请大家注意 他的这些都不用记 他的前提要记下来 免疫策略的前提是 他的收益率曲线是水平状态 或收益率的任何变动 会使收益率曲线平行移动的时候 那么要求 他要满足的条件 这是个多选 避免市场利率变化的影响 满足的条件 就是一个是组合的97等于负债97 组合的现金流量限值 与未来的负债流量限值相等 这样的呢 它是一个单一负债的 因为单一负债 它未来的限值有一个单一限值 它只要是组合的现金流限值 与未来的负债限值相等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单一负债的免疫策略 要求的条件 好 那么零息债券呢 实际上是风险为零的 是风险为零的 但实际中零息债券的组合收益 往往低于负息债券的这么一个组合 好 货有规避是一种常见的投资方式 那么它也是消极型的 首先确定准确的目标 这些是什么意思 做一个了解就行了 做一个了解就行了 一般来说不会考到 多重负债下的呢 也是要记录这个 这是个多选题 97它和单一负债下的组合免疫策略是一样的 97负债与负债97相等 但是这个不一样了 各种债券的97分布 它有一个要求97分布 因为你是多重负债 多重负债就除了有一个总的97以外 它还有多重的一个97 对不对 它每一笔的97不一样 那因此它的97分布 比负债的97分布更广泛 好 第三个是限制向的 限制流限制和负债限制向的 就比单一的在就比单一负债下的组合免疫策略 要多这么一条 请大家要记住 在做多选题的时候 在做多选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是多重负债下还是单一负债下 要注意这个问题 限制流匹配策略是按归还期限 从长到短挑选一系列拆卷 那么使得每一组合当中的每一个现金流入 我都可以拿去还我的负债现金流出 那么该策略没有任何免疫期限的限制 也不承担任何利率风险 但成本是比较高的 与多重免疫相比呢 没有持续性要求 这个它的策略为达到与债务匹配的 必须投入高于必要资金的资金量 那么多重负债免疫策略 所有的再投资利率 假设固定在较高的收益率上 这些大家都可以不记 好 第三个呢 是衍生工具 对冲交易的含义 就是说买这个要记 什么叫对冲交易 这是一个单选题 制定的主要步骤 这是一个多选题 敞口分析 市场分析 对冲工具选择 对冲比例确定 对冲比例确定 后面会考一个计算题 套利策略的本质是移价原理 这个前面我们讲过 就是一个东西在一定只有一个价格 你在上海买和在北京买价格不一样 那就存在套利 那么我们前面也讲到过套利方程的这么一个解法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步骤 风险敞口分析 风险敞口分析 敞口这里要记有两种 单向敞口和双向敞口 什么叫单向 什么叫双向 又单向又分为什么 上游敞口 下游闭口和下游闭口 上游敞口 好 那么这个要记 分为四个类型 每一个类型的敞口类型 要记住 这是多选题 一定会考 一定会考 好 那么大型企业呢 它的全产业的模式 本来也是管理风险的一种方式 它相互之间可以 可以规避敞口的 好 那么对冲方法 这个 一定会考 基本上一定会考 风险敞口的变量呢 主要是我们前面 做市场分析的时候 也介绍过了 敏感性分析法 袜质 情景分析 压力测试 波动性分析 也就是这些 常用的度量方法 好 对冲比例的确定 这个一定是会考的 这个一定是会考一个单选的 对冲比例是多少 或者说是 让你算 需要持有多少 期货合约的大小 期货合约大小 除以资产的风险 暴露数量 就是敞口 那么就是对冲比率 好 现实中呢 一般对冲比例为零 前提是期货 标的资产 完全等于风险资产 一般情况下 对冲比例 一般都是不是零的 一般不是一的 比如说在这个 买入 现货市场买5000桶 同时期货 卖入4000桶 那么期货的价值 是4000 4000桶 那么现货是5000桶 是不是0.8 对冲比例是不是0.8 就这么考 好 那么常见的对冲策略 有几种呢 主要条款比较法 比率分析法 回归分析法 主要 回归分析法 主要就是这三种 我们依次来看一下 那么主要条款的比较法 比较的主要条款 有这些 有可能是个多选题 那么呢 它的是指的 某一特定商品 在某一特定时间的地点 和的现货和期货价差 称为GX GX是指什么 就要考一个单选 好 那么四个基本要素 评估的四个基本要素 品种相同 数量相等 方向相反 时间相近 这个要记住 好 那么比率分析法呢 是一般的对冲比率 控制在80%到125之间 这个是要注意的 回归分析法呢 它主要是常用评价 是回归方程 这个就不用了解 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方法就行了 回归分析法 比率分析法 这些 实施套利策略的主要步骤 实施套利策略的主要步骤 这个做一个了解 都可以 都可能不会考到 机会识别 历史确认 概率分布及相关性确认 置信区间及状态确认 基本的因素分析 时常验证 不就错事 套利的方法 这个要考 什么叫期限套利 就是期货和现货的套利 而且它可能会给你一个例题 给你一个例题 像这种期货是多少 现货是多少 那么 比如说像刚才那个 什么五千桶现货 四千桶期货 这样的 它如果说有价格的话 你就可以算出它套利 那么持有成本理论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当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价差 高于持仓成本时 就有人会买进现货 卖出期货 最终出进价差 重新回归正常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是高于还是低于 谁比谁高 谁比谁低 大家一定要套利的时候 是期限套利的前提 操作技巧 确定好套利方向 有正向套利 有反向套利 什么叫正向 什么叫反向 以上 称为正向套利 还是称为反向套利 这个大家要记住 要分得开 它的常见风险 期限套利的常见风险 投机操作 数量差别过大 以及保证金了解制度不够 这三种 比如说这是一个立体 某客户对原油进行对冲交易 现货价格40美元 一个月后 一个月的期货价格45美元每桶 那么则零时刻的积差是多少 谁减谁 对不对 是负5 40减45 40减45 特定时间内 现货与期货的价格之差 你别来过正五 选币就错了 选币就错了 现货减期货 永远记得 好 跨期套利 什么叫跨期套利 大家记住 交割月份的 不同的 那么我例题当中也讲过 给你一个例题 这叫跨期套利 这叫期限套利 还是叫什么 跨品种套利 跨市场套利 期限套利 跨期套利 跨市场套利 跨品种套利和跨市场套利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分别的概念 概念是什么 比如说以下构成跨期套利的是什么 对不对 一定是同样的产品 只是交割期限不同 看到没有 买入A 卖出B就不对 买入A 卖出 都不对 只有B和C 买入卖出 就一定是C 方向要相反 方向要相反 东西要一样 期限不一样 对不对 都是同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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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七章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